觉得无趣,就去寻开心 觉得顾虑别人太多,让自己不快乐,就抽离 我们先是鲜活的,然后才热情或高冷 认真或随意 你就来这一趟,我要你热烈而又自在地活着 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 只有牺牲那个最善良的,才能风平浪静 一旦那个最善良的,不愿意再牺牲了 就会被扣上一个破坏和睦的帽子 人性的丑陋之处,是明明自己揣着撕心 却苛求别人大赌 师父说,那些逼着你成长的方式 过程也许不值得感谢,但依然有意义 无人问津也好,既不如人也罢 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而不是让内心烦躁焦虑 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精力 我的三观和教养告诉我 要真心对待每一个人 和我的精力告诉我 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真心对待 我们从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但总有些人用行动让自己变得 一文不值 人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钱和情 有人为了钱,起草贪黑,做牛做马 有人为了情,掏心掏肺,望穿秋水 到头来,钱带不走,情也留不下 所以,钱够用就好,情认真就行 师父说,所有人的看法和评价都是暂时的 只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是伴随一生的 几乎所有的担忧和畏惧都来源于自己的想象 只有当你真的去做了 才会发现有多快乐 如果当初没有添加好友 如果当初不认识你 如果当初和你保持距离 或许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感谢你的出现 治好了我的忧郁 而后又赐我悲伤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我不想再认识你了 我所有的秒回 不是因为我很闲 而是因为你很重要 你所有的不回 也不是因为你很忙 而是因为我不重要 如果有一天 我不再主动找你了 别说我毫不留情 你表现得毫无兴趣 我自然要收回所有的好感 你永远不知道 哪个细节出了错 而我也不会说 多要求自己 你会更加独立 少要求别人 你会减少失望 宁愿花时间 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 也不要浪费时间 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欲成大树 墨鱼草争 将军有剑 不斩苍蝇 欲烂人 及时止损 欲烂室 及时抽身 师父说 没有过不去的坎 也没有离不开的人 时间 不一定能够治愈心病 但它能让你告别 曾经的自己 人生会遇到很多风雨 别气馁 别停下 若干年后再回头看时 你会发现 那些苦难 你都一个一个熬过来了 当你心情不好 需要人陪 需要人安慰的时候 才发现 一个偌大的城市 能陪你的 也就只有那部手机了 委屈的时候才发现 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流泪的时候才发现 连个安慰的人都没有 那些你以为牢不可破的关系 即使脆弱的不开一击 以为可以信任的人 看到的却是无情和欺骗 一个人的路 一个人走 一个人的痛 一个人懂 师父说 不管你有多不开心 我们都有责任 先吃好一顿饭 睡好一个觉 打扮好自己 很多烦恼 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庸人自扰罢了 无论发生什么 先善待自己 时间一过 自然会好 师父说 你顾及了所有人 却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 你忍着这个 让着那个 最后恶人 却还是你来当 倘若真诚 总是换来算计 友情 总被无情辜负 不如吸取教训 带点锋芒 及时止损 师父说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 是接受 接受分道扬镳 接受世事无常 接受自己的缺点 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 然后发自内心地去改变 找到一个平衡点 跟世界相处 首先是和自己相处 天黑开盏灯 落雨带把伞 难过归难过 但终究会过 人真的很奇怪 刚开始的时候 极其热情 得到后 越发冷漠 从最初的分享日常 报告行踪 到最后的消息不回 语言敷衍 时间久了 你以为有些人变了 其实 不是变了 只是面具 掉了 你忙 忘了我需要人陪 你忙 忘了我在等你的电话 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 不是所有人 都有着一身的热情 给你消耗 感情 不是等你有空 才来珍惜的 失望再够了 我也会走的 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我最讨厌的一种人 是擅长 阿谀奉承 精通花言巧语的人 不单是因为这样太虚伪 而是跟他们待在一起 会显得自己 格格不入 让世界是世界 我甘心 做我的姐 我不轻易 打开我的心门 可是只要有人 拿真心来换 我必捧着 我的真心给你 我是怎样的人 我自己懂就好了 我过怎样的日子 我自己享受 或者承担就好了 没必要令所有人 都懂得和了解 更没必要向别人解释 懂我的人自然懂 不懂我的 说再多也是徒劳 这世间 有太多的猝不及防 有些人和事 根本不配占有我的情绪